我们就可以看连结的那个表 我们就去第三个连结 就是Squatch 2.0的网上版 我们就在留言里打入这个网址 Squatch.mit.eview 这个是一个教育网站 它是属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也是我们这个计划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10年前 就是有香港正经协会 还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就是香港食物准备 推广创新、科技等等的学习 好了,我们开了网址之后 应该就会见到 好像现在拍到网址的画面 好了,我就看看大家有没有曾经用过 现在你们正在用的线路去上网址 如果网址呢 有机会你会见到上面的文字是英文 原来上面的文字是学支援很多的国家的语言 我们就可以试示范一下 如何把语言选到中文 我们在那个首页那里 先拉到最底下 然后就会见到 有一个国家可以给你 变得然后去选择中文的语言 它的预设就是英文 English 如果你想用中文 你就可以看到中文 最底下 选择正式中文 好了,它的画面就会立刻 refresh 然后就会认识了你选择的语言 好了,回到家 你们如果要去用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要开始一个免费的帐号 你只要需要这样 或者加入scratch 然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的设定 使用一只密码 使用一只明星等等 开一个免费的帐号 这个呢 今天就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 实际呢 不用开帐号 都能做到的 但是看到它怎样要开呢 就是方便你每天 他做的时候都能做到 可以在网上的语言 去储存一下 所有东西都可以 一站意识地 在他们的网站上 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或者你每天在那里 你都不会用回资料 好 那这个呢 就 大家可以试一试了 现在呢 我们想请大家 在首页那里 就选左上方 在scratch这个字的旁边 有一个叫做新件的算项 我们按一下 那如果有朋友用英文版 那你就可以按create 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作品 按了新件之后呢 它稍微呢 会拌一拌 然后排出呢 它就会拌出一个 这样的画面出来的了 好了 那我都要再转换个中文 先看一下 好了 那呢 突然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其实就已经是 scratch的程式的本身了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 它右边就会有一个 叫做是 導引啊 或者是一些 指导的资料 那你可以直接 跟那个counter 把它缩回去先 好了 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呢 scratch这个元件呢 就已经在这个楼栏里出现了 它会直接在楼栏里上 转眼镜 那我们会看到呢 其实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那我首先呢 简单介绍一下 它们会有一个重点 首先呢 在左上角呢 我们会看到呢 有一个大大的方格 有只猫仔 那这个呢 就是作品的舞台来的了 一会儿大家可以做到的任何设计啦 任何的程式呢 都会即时在那里呈现出来的 那在这个舞台的 右上方呢 我们会看到有一支楼栏 那这个就是代表呢 如果我写了一个程式 是有楼栏的 在这里的话呢 当我一加楼栏 它就会执行的了 现在的红灯呢 就是平止程式的执行的 好了 那你会发现啦 我的画面呢 似乎这个舞台呢 就大太大了 那所以呢 我想把它熟细一点 有点方便我们看到其他的部分 如何做呢 在舞台的右下方呢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 上小的那个山脚 当我一按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舞台的大小切换形 是啦 你就会看到的啦 那当我重复再按的时候 它又会远 那这个就是方便在我们的创作的时候呢 如果我想看一看这个舞台 看清楚点 或者把它放开呢 那如果我想写 浅识 或者做其他切换的时候 想要多些空间做东西呢 我就会将它熟细 那现在你就会清楚点 看到整个的版面了 在舞台下面呢 我们就往一往左下方 那你可以用一个画写 来点击一下 那这里有一个叫做舞台的东西 就是呢 所有的背景呢 都是在舞台里面去设计啦 以及去设计它们何时持戶的 好 那你就会见到呢 那你就会见到呢 在舞台里面呢 你中间的部分有三个书线 分别是程式 灰笔 以及音效 那全部都固定 之以呢 就是双方的功能了 程式那边 我们呢 就会去 找个不同的功能 那也都给我们呢 去选择不同的程式 去组合的 那为什么我们去组合呢 就是当我们见到下面那些 不同功能的程式的画面次观的时候呢 可能会想到 它们的形状呢 就像puzzle那样 其实呢 现在的学者程式 还是不会像以前呢 他要弄很多白马 或者很多 古灵星怪的富豪那样的东西 真的可以一个个方法呢 是提到文法 将它做的东西呢 就越来越来越多了 那不用呢 就是白沙利工学院的朋友呢 他们也是呢 方便我们去学习啦 那所以呢 就会将各种的 程式呢 去分门别类呢 分了10个类别出来的 那这样我也会再组个讲解 好了 那当我们选了程式这个类别之后呢 右边灰色的地方就是 那个风着海啦 当我们选程式的时候呢 就可以呢 把这些方法拉过去组合 会景 会景 这个书签画面呢 他看到一个好像小画家里面的 那他就是可以呢 给我们去换入 换入背景啦 然后呢 去选择它什么时候去播出 那样 去选择它那样 音效 那呢 如果我们需要在试图的时候呢 换入一些特别的音效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呢 换入了各国的声音档 然后呢 再来清晰控制它们的 好了 那刚刚好 这个Icon 例如包含的三个页面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旁边的一个 猫仔啦 那猫仔本身呢 其实就是一个 Squatch的主角来的 那它里面呢 原来都有三个书签 分别控制程式啦 造型啦 和音效 那所做事呢 那刚才舞台里面的三个书签 都是大型小型的 那其实呢 在电脑里面呢 那我们是 去玩一个狗屁 或者是 做一个动画都好 其实它们都会是呢 将每一个的角色 或者是每一个的物件呢 它们都会独立分项去处理的喔 那所以呢 在猫仔这个点标里面 暂时才能看到猫仔 但是当我们要有 其他角色的加入的时候呢 它们都会独立 每一个的档案 你要呢 去设计一个程式 对于特定的角色呢 你一定首先要选择它先 然后再去设计 好了 那所以呢 当我们呢 熟悉了 知道了 原来 不过是三个书签 去设计 它们这种功能 或者这种功能 之后呢 那其实整个Squatch的画面呢 就大概上 可以再压不住了